苹果手机iPhone的意义万万千千 但是有一点很少被人认知 iPhone是扼杀日本崛起的最后一颗子弹 秦师其路 天下共主之 苹果手机横空出世 打破了固化板结的美、日、欧产业格局 开启了电子工业的春秋战国乱世 一时间 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台湾、中国、台湾 中国大陆群雄并起 中国可能是最大的获益者 苹果再一次从中国当代史中穿行而过 过往 它见证了联想电脑的狗安河调队 倾倒了日本的果韵 占满了中国的奋发 中国制造得以杀出重围更上一层楼 中国互联网企业得以在数字经济里一马当先 也隐藏着路径依赖的重大隐患 相比于苹果手机iPhone挤压膏式的创新 苹果最大的价值 是为观察国际社会变迁 提供了一个管中窥豹的视角 四年前 特朗普得以当选美国总统 苹果就是那股极端情绪的一颗种子 因为到了苹果这一代 一切都变了 最伟大的企业 在开曼注册公司 去爱尔兰报税 到中国生产 美国底层突然发现 轰轰烈烈的全球化 获益最多的是这些跨国企业 但是 美国的底层呢 做迷茫时代的明白人 我是您的专属伴读 原媒体朗读者 雪山 今天的沐鱼见闻 我们一起来听一公子撰写的 网络热闻 苹果拨弄了中美 日三国的命运 乔布斯一生 没有来过中国 距离来中国最近的一次 是1985年 由于巴桶的限制 全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 主要内容是限制 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 技术品出口 电脑这类高精技术产品 不能卖给中国 所以 尽管70年代乔布斯 在美国已经是 家喻户晓的时代明星 但是在中国 哪怕到了21世纪初 乔布斯还远不如乔峰 或者陈佩斯有名 1985年 经过层层申请 Apple 2电脑 终于获得了许可 可以向中国的教育机构出口 中方盛情邀请 公司创始人乔布斯 来北京参加签字典礼 乔布斯拒绝了 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但是真实的原因是 他正在准备一场政变 干掉公司总裁斯卡利 斯卡利 还是两年前乔布斯自己 三顾茅庐请来的 乔布斯成名太早 而苹果公司成长太快 二十多岁的创始人 驾驭不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苹果需要一位老成谋国的总裁 在百事可乐做副总裁的斯卡利 是那一年美国商界最红的营销大师 自古红蓝不两立 凭什么今天百事可乐 能和可口可乐分庭抗礼 就是因为斯卡利 在八十年代初 世界只有一种红色的可乐 可口可乐有着更璀璨的历史 二战中美国大兵到哪里 可口可乐的工厂就开到哪里 斯卡利 在名不见经传的百事可乐 发动了一场著名战役 百事挑战 邀请路人忙喝两种可乐 再问他哪个更好喝 广告中每次被选中的 都是百事可乐 这广告充满争议 后来 斯卡利自己被媒体逼着 参与了一场挑战 结果堂堂百事副总裁 盲菜的口感更好的可乐 适合口可乐 但是 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热度大于真相的时代 配合简单粗暴的疯狂营销 百事可乐 迎头赶上 在巨头垄断的战场 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最终把傲慢的垄断者 按在地上碰走 这听起来多热血 八十年代乔布斯最大的愿景 是干掉电脑的发明者 行业的绝对老大IBM 因此十分期待斯卡利 来苹果复制一番百事可乐的逆期 为此 乔布斯创造了当今世界最蛊惑的挖墙角告白 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 还是跟我一起改变世界 斯卡利加盟 紧接着 苹果发布经典的1984广告 把IBM比喻为 乔治奥威尔笔下奴役人类的老大哥 苹果新推出的Mac电脑 大获成功 苹果的昌盛到达第一个顶峰 金庸在书建恩仇录中有这么一句 情深不受 强疾则辱 深情缓缓的热恋都很短命 很快乔布斯和斯卡利的矛盾就闹大了 1985年 乔布斯想好了 利用一下中国 让身为总裁的斯卡利去中国签合同 趁斯卡利置身在一国 联系不变 趁机在董事会发动政变 夺回自己的苹果 只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斯卡利在最后一刻得到政变的消息 没有登上去往中国的飞机 而是出人意料的出现在苹果办公室 顺利反杀乔布斯 于是 刚刚30岁的乔布斯被撸掉了所有使权 成了光感司令 落寞地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 逢此大旨 乔布斯又生气又难过 只留一股 卖光所有苹果的股票 苹果电脑终于来到中国 但是并没有什么掀起在美国一样的狂热 中国尚且贫弱 昂贵的苹果电脑只能成为高干子弟家中的摆设 90年代 中国电脑市场的第一名是联想 第十万台联想电脑下线 柳传志把它送给了当时的国民偶像数学家陈景润 一时风光无两 柳传志为联想立下的战略 叫做贸工技 技术被排放在贸易 销售 和工厂 生产 之后 当身处顺境 却没有为未来铺路 是联想最大的败笔 而人无尽忧 必有远虑 90年代的苹果电脑 不能颠覆联想在中国的狗安 甚至 苹果心心念念 要干翻的IBM个人电脑 也在2004年被中国联想收购 一时间 我们有了幻觉 一个中国电子巨人 马上就要站起来了 真威风啊 可是 20年后 电脑 手机等多屏联动 新战场的战国 比90年代卖电脑机器 要丰厚几百倍 世界电子产业 寻雄并起 而此时能代表中国 和苹果斑斑手腕的 是华为 后面或许还跟着小米 但是已经没人再提联想了 联想意气风发的 90年代 恰恰是苹果公司的低谷 甩掉乔布斯 斯卡利独自掌舵 苹果的产品线 变得又多又杂 样样都高 但是没一样精品 营销越玩越溜 但是产品力越来越差 和每家末日的大公司一样 90年代的苹果 一边吃老本 一边都受廉价的情怀 在世界电子行业里 苹果是唯一一个 又生产电脑机器 又自己做操作系统 好一位勇士 硬的软的 都捏在手里 西边和戴尔惠普 IBM打仗 东边单条微软 Windows操作系统 但随着操作系统 战略完败给微软 苹果的疆域 已经无限可守 到了崩塌边缘 到了这时候 流亡12年的乔布斯 被请了回来 第一件事 是抓队伍 乔布斯召回 所有正在休假的人 被已经安逸自满的苹果 重整公司文化 第二件事 是找粮草 具体点说 是协助CEO阿梅里奥 忽悠微软的比尔盖茨 给点钱 会议室里的 比尔盖茨内心欢愉 从20多岁开始 盖茨和乔布斯 就一时欲亮 两个人打了 无数的嘴炮和热战 而此时此刻 微软实实在在地 干翻了苹果 你看 手下败将 正在向自己求助 傲娇的乔布斯 还是指挥那套 改变世界的说辞 比尔 我们两家加起来 占据了个人电脑 100%的份额 我们共同拥有 计算机的世界 来吧 一起改变世界 比尔盖茨呵呵一笑 你开玩笑吧 是微软 占95% 苹果占5% 凭借乔布斯的销售鬼才 微软最终投资 苹果 1.5亿美元 同时继续为Mac电脑 开发Office软件 作为交换 苹果向微软开放专利 其实 乔布斯仅仅是嘴硬 当时苹果已经烂透 如果没有微软的投资 再撑90天就破产 苹果续命 江湖的恩怨有了续片 比尔盖茨的得意 是以为自己赢得了操作系统的战争 可他哪里知道 命运里 乔布斯在多年后 推出iPhone 智能手机 重燃操作系统战争 这一次 微软将一败涂地 低谷十年 比尔盖茨吃亏再不读党史 1949年 毛主席就脸明了 一将盛勇追穷后 不可孤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一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3. 堂堂苹果 个人电脑的发明人 硅谷脚子 怎么会沦落到 要破产 世人往往规则于斯卡利等人 领导无方 但其实 是乔布斯剥下的种子 为了造最好的产品 乔布斯要求控制一切 软件上 自己做操作系统 硬件上工厂 也必须是自己的 八十年代 美国的戴尔 惠普 日本的索尼 康加 欧洲的菲利普 西门子 整个世界电子产业都在有步骤的向中国迁移工厂 但乔布斯不喜欢潮流 而是喜欢 Follow your heart 逆势而为 花大手笔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科罗拉多和德克萨斯 投建苹果工厂 其中 最近的工厂 就在苹果总部对面 号称蔚来工厂 美国工人薪资多高啊 这怎么办 乔布斯认为 不是问题 未来工厂不需要工人 全部由机器完成生产 试想 机器全面代替人工 在今天都没有成型 更不要说八十年代 而伴随硅谷起势 租金暴涨 生活成本高不可攀 未来工厂想转变策略 大量招聘工人 但是已经不可能了 果然 从头产到最终建卖 苹果的美国工厂 都没有达到预想的产量 而前期高额投入 烧钱 后期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维护 更烧钱 这成了苹果资金链的大包袱 更糟糕的是 由于产能极度不稳定 苹果生产 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用了库存积压 要么卖光了 但供不上货 总之 一团糟 纵观苹果 可以说 成也乔布斯 败也乔布斯 他超越时代的理解力 追求完美的决心 成就了苹果的独一无二 但同时 他总将直觉 置于事实之上 我行我素 做过很多糟糕的决定 几乎毁了苹果 自古为尊者会 随着乔布斯 被神化 他的那些败笔 被我们有意地忽略和美化 比如导致乔布斯 英年早逝的癌症 其实发现得很早 专业医生说 只要手术切除一线肿瘤 大概率能痊愈 但是 乔布斯固执于 不想自己的身体 被切开 直觉告诉他 医生不靠谱 还有很多方法 可以治疗 为此 他尝试了严格素食 针刺草药甚至还请过巫术灵媒 最终 不作死 就不会死 肿瘤被成功脱成了绝症 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耀眼的科技明星 偏偏死于对科学的排斥 这多么的讽刺啊 其实 乔布斯最打动我们的 不是他神的部分 而恰恰是他人的部分 他和你我一样 少年得志而傲娇 刚愎自用而犯错 经历现实的 头破血流 最终承认了 自己的不足 知错就改 比如 回归后的乔布斯 并没有去算 十二年前的老丈 而是何赶走自己的斯卡利 拥抱 和解 并再次共事 再比如 认识到自己 真的完全不懂供应链 通过猎头 招聘了一个叫做库克 Tim Cook 家伙 库克来苹果的使命 是改革苹果供应链 苹果最大的短板 库克很有气魄 1998年 上任一世 挖了个洞 把仓库里卖不动的Mac电脑 通通埋了 摸摸嘴 骂了一句 现在被整个电子行业 奉为闺孽的话 库存是最根本的恶 对很多人来说 这概念很抽象 为此 不妨用一个具体的提纲窃领的角度来总结库克的这场革命 那就是 让中国生产苹果 乔布斯 年少时去印度穷游 追星产师 成名后 常年去日本度假 赞不绝口 就是不来中国 中国从来没有给乔布斯好的印象 在乔布斯的青年时期 中国正在门之欲 反技术 反建设 反市场 80年代 中国兴起一种山寨Apple 2的中华学习机 乔布斯向中国强烈抗议 但是没有任何回应 2005年 苹果中国财务造假 乔布斯一怒之下 把整个苹果中国的管理团队全开了 再次留下 一个极差的感受 Apple 2 是最早的个人电脑 图形界面 再造操作系统 皮克斯几乎垄断了奥斯卡动画奖 iPod和iTunes 把整个世界音乐行业 推翻重组 这是2005年 即使没有后面的事 乔布斯也已经足够封神 这一年 乔布斯出席 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 一场演讲 京剧不断 不要被信条所获 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 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 最重要的是 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 以及 结尾那句最著名的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保持饥饿 保持愚蠢 其实 当时的乔布斯 已经病入膏肓 伴随欢呼和掌声 癌细胞正在不受控制的 疯狂扩散 这辆传奇的列车 正缓缓驶向自己的终点 但是 乔布斯却在人生旅程的尾段 演绎出一曲 浓墨重彩的最强音 就在斯坦福 演讲后不久 乔布斯的办公室 迎来一位同样擅长演讲的中国男人 马云 马云原本就瘦小 而乔布斯虽然身高一米八 但是由于病情 已经枯瘦的宛如如一根竹竿 在库比蒂诺的办公室 中美最擅长蛊惑的两个男人 对面而坐 小小的身体孕育着大大的能量 一个小时的谈话 有40分钟是乔布斯询问 有关手机的话题 乔布斯关注细节 问了马云关于深圳 中国制造 手机厂家 零部件的问题 马云大概不是很高兴 原本以为是逐久论英雄的交流 但结果却是乔布斯单方面的问询 Jack心里有很多问号 这家伙一个劲的问手机干啥 半年后知道了 苹果公司发布一款叫做iPhone的产品 由富士康代工 在中国深圳完成制造 这个事实绝对超出米的预料 郭台铭和乔布斯同一年创业 但在2007年 富士康的收入比苹果还高 是苹果的三倍 华为的2.5倍 那一年 57岁郭台铭的绯闻女友是刘嘉玲 而富士康的年会 嘉宾却是33岁的林志玲 在和郭台铭跳完一段贴身任务后 林志玲拿起一条丝巾 变了个魔术柱形 话筒给到郭台铭 郭台铭说 如果他能从林志玲身上把丝巾摸出来 那就当场掏200万给员工抽奖 现场那个沸腾 你肯定可以想象 于是灯光调案 郭台铭的手缓缓伸出 几个月后 马云登上美国杂志财富的封面 阿里巴巴香港上市 郭台铭和马云不算投机 但不影响他掏2.76亿港元 认购阿里巴巴2.9%的股份 阿里历经香港退市 美国上市 在香港上市 郭台铭一直没动这笔投资 最近几年 富士康所在的代工行业狼烟四起 尤其是中国大陆 崛起的新势力层出不穷 郭台铭到了要用钱的时候 想起对马云的这笔投资 2019-2020年分两次卖掉 12年里赚了30倍 三个男人正好代表了三个封闭的系统 在各自的产业里催朽拉枯 富士康是一个容纳几十几百万人的封闭工厂 明明位于深圳 郑州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但工人的生活和大城市的繁花四景完全隔离 只和机器相伴 在生产线上周而复始重复同一个动作 阿里帝国是一个高效的封闭的电商系统 屏蔽其他搜索引擎 支付用支付宝 物流靠菜鸟和自己把控的通达 合作的流量入口只能是草原 不能是森林 对外投资不供不投 苹果是一个终端家 iOS的封闭系统 硬件软件一手抓 手机利润很丰厚 store抽成躺着赚钱 三个极富时代特征的男人 和他们背后那一套封闭系统 在2007年短暂交汇 在各自往前 迎接自己的命运 iPhone的意义万万千千 但是有一点很少被人认知 iPhone是扼杀日本崛起的最后一颗子弹 在世界舞台 日本最骄傲的产业有两个 汽车工业和电子工业 日本汽车的代表是丰田 而丰田在世界工业界最伟大的产品 不是某款汽车 而是实时生产的生产模式 在JIT之前 世界工业界的金科玉律 是福特汽车发明的流水限家 大规模生产模式 优点是 规模化后提高效率 降低单位成本 但是缺点同样明显 很容易导致库存积压 资金占用 而丰田JIT模式 提倡用订单 拉动上游生产 卖多少产多少 产多少卖多少 恰恰 正是解决苹果困境的良药 丰田JIT生产模式 对于通用流水线 加大规模生产模式的改良 丰田汽车 对于通用汽车的超越 是日本崛起的名证 是日本可以说不得底气 而历史轨调的一幕 就在于 日本汽车工业的思想结晶 帮助苹果重生 苹果再度崛起 击溃了整个日本产业 另外的半壁江山 电子产业 日本是欲哭无泪的 原因很简单 日本电子工业 握心长胆几十年 把手表 相机 功能手机 随身听 游戏机 收音机 CD机 音箱耳机等行业 陆续做成世界第一 但是 iPhone一问是 以上这些功能 全部被集成进了一台小小的iPhone 手表 相机 CD机等 要么不再需要 要么被压缩进奢侈品 专业品这类小小的市场 消费电子终端产品 是被围艰了 但是 日本毕竟还有 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它能幸免吗 在产业链上 液晶 传感器 内存 光刻机 日本 也是第一流 但是 iPhone引领的智能手机 权重实在太大了 全世界的半导体行业 围绕智能手机重构 经历一阵阵 重新洗牌 日本的内存团灭 夏浦液晶 背负式康收购 光刻机说一不二的地位 让位给荷兰的ASML 秦师其路 天下组织 iPhone横空出世 打破了固化板结的 每日欧产业格局 开启了电子工业的 春秋战国乱世 一时间 韩国 中国台湾 中国大陆群雄并起 中国 可能是最大的过异者 1998年 库克刚刚加盟苹果 就立足把PowerBook生产外包 给中国台湾的广大 2001年 富士康开始生产iPod 2007年 一款名叫iPhone的产品 在中国深圳下线 苹果的中国故事 最浓漠重彩的一部分 正式开启 2007年 iPhone问世 乔布斯明确表示 iPhone暂时不会进入中国市场 乔布斯治下的苹果 中国是和朝鲜 越南 老挝一样权重的边缘市场 于是有了略显讽刺的一幕 iPhone 这台在中国深圳 完工的手机 但是中国本土 却买不到 乔布斯奉行极简 最初几代iPhone 只有黑白两款颜色 对于中国来说 iPhone的确只有两种颜色 但不是黑白 一种是象征富贵的黄色 一种是隐喻人生残酷的红色 前者 是富人以水货形式搞到手 用来标注身份的万物 后者 是iPhone生产线旁 由高空坠落 在地面四件的鲜血 2009年 富士康员工孙丹勇 跳楼自杀 起因是他负责的 一台iPhone养机丢失 这起震惊中外的新闻 没想到 仅仅是残酷物语的前奏 第二年 富士康深圳 发生惊人的十一连跳 在第十一名员工 跳楼后 郭台铭亲自陪同大批记者 进入神圳园区 介绍公司良好的 工作环境 运动娱乐设施 和心理关怀中心 还说公司已经建起各种 防自杀的设施 然后 尴尬且悲情 紧接着就是 第十二名员工 跳楼死亡 第十三名员工 割腕自杀未遂 在这个每天 要消耗三吨猪肉 和十三吨大米的园区 随处可见郭台铭的格言 除非太阳不再升起 否则不能不达成目标 成长 你的名字就叫痛苦 为了生产最新颖的科技机器 工人的生活人际冷漠 每天除了睡觉 就是在流水线上十多个小时 重复同一个动作 最初几代iPhone以及南球 其根源还是在产能 乔布斯把压力传导给库克 库克传导给团队 团队传导给富士康 最终像一座山一样 压向最底层的工人 作为苹果的供应商 至少有三个弊端 第一 利润微薄 当然 不是真的微薄 只是苹果吃肉 大家喝汤 iPhone售价的1% 用于支付工人工资 40%是苹果的利润 第二 随时待命 由于迭代太快 供应链没有计划 只有变化 初代iPhone屏幕 本来是塑料 样机已经在 乔布斯口袋里好几周 但是有一天 乔布斯发现屏幕 被钥匙刮出划痕 非要换成玻璃了 当时距离上市 仅仅只剩几周 这时候换屏幕 违反制造业常识 但是 中国可以 富士康组织工人 24小时轮搬倒 几天时间 就把产量提高到 每日一万步 在NBA 麦迪曾经在比赛 最后35秒 砍下13分 完成不可思议的逆转 被称作麦迪时刻 在苹果 类似的麦迪时刻数不胜数 每发生一次 就加深一份酷克 对于压住中国的决心 第三 严苛的竞争 苹果是有名的拔掉无情 自古 资本无情 细子无意 苹果的标准叫做 谁最行谁最能干 我就和谁好 智能手机迭代越来越快 每年都有新的热点 苹果经常会受益合作伙伴 赶紧投资新的技术 造新的工厂和生产线 但是当新工厂刚造完 苹果突然改主意 放弃这项技术 又或者和别人好上了 日本GTAT最初为iPhone6做蓝宝石屏幕 一度轻盈无件 当iPhone放弃蓝宝石 GTAT直接破产 Shiko曾经为苹果生产小型聚焦驱动器 苹果是一新建一个干净的车间 买新设备 听上去显然是让Shiko为生产下一代手机iPhone4S做准备 但是工厂落成 苹果却改了主意 选择和另一家厂家Alpine合作 苹果是不是只欺负小厂 不是的 一视同仁 有过类似经历的 还有夏普 LG 东芝 三星 大话西游大盛取亲 李铁扇公主对志尊宝说过 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新人圣旧人 叫人家牛夫人 颜柯的质量标准 极致的成本控制 忠诚的投资跟进 365天24小时待命 同时以这些标准去全世界寻找供应商 你觉得被筛选出的企业会集中在哪里 没错 中国 这些年 苹果供应商里 中国企业的数量每年都在攀升 苹果基本每年都会披露前200家供应商 占苹果总共挤的98% 最近一期是2019年 在这200家企业中 中国大陆30家 香港10家 台湾46家 总占比4成多 这其中 最能管中亏报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力讯精密 1997年 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打工妹王爱春 辞职 创立力讯精密 生产电视机后壳 电线插板等 处于电子行业最边缘的位置 随着老东家 富士康订单暴增 做不完的业务 在外包一点给力讯精密 通过富士康 力讯精密开始接触苹果 最早的生意 是生产iPhone的数据线 赚来的利润 没有用于分红和挥霍 而是继续压住苹果 力讯精密通过并购 产业线不断丰富 高频信号连接线 新一代天线 Lightning数据线 Apple Watch无线充电 代工Apple Watch AirPods 供应V型扬声器 F2无线充电TX线圈 线性马达 最终拿到了 一项里程碑的业务 代工生产iPhone 没错 正是老东家 富士康的核心业务 2007年 富士康的收入是苹果的三倍 手机生产线 首先要保证行业老大诺基亚的订单 十年如白居过系 如今苹果涨成为 市值2万亿美元 年销售近3000亿美元的庞然大物 仅App Store的抽成就是5个富士康的利润 而且 亲手培养了一众富士康的竞争对手 十年前后 酒桌上 谁主动巴结 谁负责陪笑 谁安排第二场 都已换了位置 接班人 怎么会是顾客 当年有过这个疑问 大半都是不懂苹果的人 他们多半正在为 错过了10年20倍的苹果股票而惋惜 当年乔布斯回归苹果 是全世界电子行业的置顶热搜 同样是做电脑 戴尔比苹果起步晚 但是体量已经是苹果的5倍 再被问到 如果你是乔布斯 会怎么拯救苹果 时 CEO迈克尔戴尔 谦逊的一笑 我会把公司关了 把钱还给股东 正是供应链的失控 让苹果来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所以 在乔布斯身前 库克已经是 扭转乾坤的大功臣 而苹果内部 有着几乎变态的保密要求 没有批准 谁都不许接触媒体 所有的聚光灯 只对准乔布斯一个人 库克上任之初 最流行的新闻标题 类似这篇 赫芬顿邮报的 库克发言六次 苹果股票市值 下跌六次 2014年 华尔街日报 十多年的专栏作者 跟了苹果十几年的 Yukari King 趁机出版了一本书 《困境中的帝国》 没有乔布斯的苹果 看标题 你就知道说了什么 这次库克忍不住了 平时温文尔雅大叔 很生气 少见得出来对人 即使到了今天 苹果每一次发布会之后 还是鲜有赞誉 更多的是陈词烂调的批评和质疑 但是 以上这些高论 无一例外被狠狠打脸 库克掌权的十年 创造了一项商业器官 苹果一直被砍衰 却一直在增长 市值十年涨了二十倍 如今现金就有两三千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 和美国政府掌握的现金一样多 知道什么叫富可敌国了吧 常看到 这样的新闻标题 苹果投资十亿美元 建设FXX工厂 文章大谈 苹果战略转变 重心转移 显然 这类文章不值一读 因为当你坐拥两三千亿的现金储备 十亿也就是一天的利息 哪里到了需要谈战略的地步 库克看上去和蔼 其实 是一个内心坚定的狠角色 上任之初 正赶上Siri和苹果地图的一败涂地 前者不仅反应超级慢 而且总是帮到忙 后者更是笑话 经常引导用户原地转圈 然后趁你不注意 把你导航到河里 Siri和苹果地图的失败 是乔布斯之后苹果最大的低谷 唱衰苹果和看低库克的声浪到达顶峰 但是 这里恰恰是库克高超的手腕 也许 库克故意允许这两个项目失败 Siri和苹果地图的负责人 名叫斯科特·弗斯托 地位比库克还老 Zionex就跟着乔布斯打天下 外号小乔布斯 一段时间总有苹果员工 无意或故意地泄露给媒体这样一个信息 福斯托会是乔布斯的接班人 当乔布斯最终轻定库克 斯科特·弗斯托显然是不服的 但是资历老 势力强 库克根本动不了他 因此 只有出现Siri和苹果地图这样严重的失败 公司才能达成共识 苹果很危险 到了必须需要改变的时候 这时候 对内 库克坚持要扶斯托 为失败负责 卷铺盖滚蛋 对外 库克亲自道歉 说是自己的责任 看到CEO主动挺身 挡住喷子的口水 员工很受感动 原本支持福斯托的势力 纷纷倒戈 就这样 库克干掉了最大的政敌 实现了让外必先安慰 乔布斯也搞政变 利用中国型的机会社局 最终走漏风声 被斯卡利反杀 对比之下 库克的手腕 显然更高超 对企业的伤害也很小 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 库克时代 缓缓展开 上任后 出国的第一战士 中国 库克到底有没有 继承乔布斯呢 可以说 没有继承 乔布斯定了很多原则 比如要极简 不要很多配色 不要大屏幕 让用户用手操作 不要比 这些都被库克 一一推翻 但是 也可以说继承了 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 演讲中说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 淹没你 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一点 库克就是勇敢的实践者 外界的声音是 乔布斯都看不上 中国市场 中国那么落后 中国人收入那么低 怎么有钱 买5000元起步的iPhone呢 库克力排众矣 执意压住中国市场 果然 中国富人的财富爆发 中产的消费能力 独特的礼品需要 都被大大大大地低估 中国一直是苹果增长最强劲的市场 几乎没费什么力 就顺理成章地成长为 苹果的前三市场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西方科技公司想在中国立足 不是那么容易 数一数美国五大科技公司 苹果 Google 亚马逊 微软 Facebook 如今安在灾 在中国市场 境遇几何 大家有目共睹 苹果是唯一混得好的 决定命运的时刻 在七年前 2013年央视315晚会炮轰苹果 随后 一连串跟进的扫射 比如人民日报的文章 打掉苹果无与伦比的傲慢 在中国 有足够生活经验的人 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 这才是苹果最惊险的时刻 但是 面对这样的惊吓和敲打 库克展现出超强的适应能力 不仅化险为夷 而且入乡随俗 从此中国来得更勤了 库克造访中南海 至少五次以上 拜见多位副总理 数不清的书记 市长 上到三大运营商的董市长 下到富士康和立迅精密的女工 库克都能谈笑风声 去故宫参观 做客张一鸣 在字节跳动的办公室 和王兴师生间 坐柳青 亲自叫的专车 在投资滴滴 投资十亿美金 连欧佛都不忘 亲切互动 向资本和市场内俗 是有代价的 这就是库克最应该被批评的地方 在他的领导下 苹果不再颠覆 不再创新 越来越甘于沦为一台印钱的机器 相比于iPhone挤牙膏式的创新 苹果最大的价值 是为观察国际社会变迁 提供了一个管中亏报的视角 四年前 特朗普得以当选美国总统 苹果就是那股极端情绪的一颗种子 硅谷之前 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在底特律 是通用福特 全球化如火如荼 生产线开动 创造大量工作岗位 只要你愿意踏踏实实上班 做一个工人 就可以成为中产阶级 这就是美国梦 那是美国最骄傲的时刻 通用福特的壮大 和美国的强大 美国人收入的提高 是同步的 但是到了苹果这一代 一切都变了 最伟大的企业 在开曼注册公司 去爱尔兰报税 到中国生产 美国底层突然发现 轰轰烈烈的全球化 获益最多的是这些跨国企业 但是美国的底层呢 苹果微软亚马逊市值 10年涨了20倍 但是这20年 美国工人的工资 扣除膨胀 几乎没有增长 而工人的工作岗位 却越来越少 美国很希望自己 最伟大的企业 做出表率 把工厂搬回去 苹果一度是 特朗普的终点整治对象 再不回美国建工厂 就给你争很重很重的税 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 Larry Cardwell号召 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 所有支出 美国政府给予100%的报销 其实 十年前 奥巴马总统 就向乔布斯发出过 一模一样的请求 乔布斯觉得很为难 原因是 美国没有足够的工人和工程师 对比之下 十年后 除了勤奋付出的工人 海量廉价的工程师 中国供应链成长得更健全了 电子产品 每年出新款 12个月当中 研发 设计 生产 每个环节都在核实间赛跑 苹果常常今天给方案 供应商就要在48小时内 交出样品 在这48个小时内 供应商要拿着图纸和工程师开会 去下一层级的供应商处 敲定原料 打出模具 选定工艺 产出样品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下一级供应商 做同样内容的支持 苹果往下 形成一个有点倒面的树根状结构 这叫做苹果供应链 这当中 凡是有对接的两家企业 物理距离不能太远 最好保持长期合作 有着对苹果标准的一致理解 制造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三次迁徙 从欧美到日本 从日本到台港韩星亚洲四小龙 再从四小龙到中国大陆 接下来 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迁徙 是大势所趋 但是这两年 制造业逃离中国的进程远比想象的慢 一来 是因为中国基础设施强 高铁的运输 高压电的突破 对比之下 印度常常停电 越南有更便宜的 人力和土地 但是工业园区 连接世界市场的路 还坑坑洼洼 二来 因为中国供应链 只要制造效率 创造的收益 还大于 人力成本下降的收益 那么品牌们 就不愿意把工厂迁出中国 要警惕的是 随着上网人群 更加多元和下沉 现今的舆论 逐渐舍弃专业知识 而更诉诸于直觉 比如 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观点 苹果在中国转走 那么多利润 所以必须抵制苹果 中国吃亏了吗 没有 事实上 积极拥抱国际分工 是中国崛起 最重要的秘诀 立逊精密 从抱富士康大腿起家 到成为制造 苹果产品的基石 立逊为苹果 带去了利润 那么苹果 给立逊精密 带来了什么呢 答案是 更强大的 中国制造 苹果是所有消费电子中 质量标准最高的 做苹果的打工人 日子苦 但是成长快 王来春分享过 立逊精密负责 苹果业务的华东厂区 比负责其他品牌的华南厂区 进步快 举个例子 苹果要求充电器上的原型贴膜 附着在产品上没有气泡 立逊逼着自己不断研发 不断修炼工艺 订单利润 加行业最高标准 是锻造 高端制造的土壤 长大的立逊精密 再去接华为 OPPO Vivo和小米的订单 顺理成章 目前 立逊精密 4000亿市值 已经有一半的收入 来自苹果以外的 电子品牌 反过来 因为立逊精密 承接了苹果 华米OV的单子 参与所有智能手机 一线品牌的生产 成本优势 技术优势 规模优势更加强 资本逐利 品牌们就更离不开中国 当年孟晚舟 被拍到用iPad 伤了一种爱国粉的心 任正非 亲自出来解释 他们家 有很多苹果产品 我们还要向苹果学习 用什么牌子的手机 和爱不爱国没有关系 的确 那些喜欢给别人的消费 扣上爱国帽子的人 那些阻碍中国 建立一个公平 开放 有竞争的市场的人 才是这个国家 最大的蛀虫 这才是商业的本质 逐利为本 谁想掩盖这一点 谁就是骗子 逐利催生效率 效率造就财富 谁否认这一点 谁就是报名 所以 iPhone在中国市场赚得的利润 苹果为中国带来的 就业岗位和产业升级 都是公平且互惠的 不应该被指责 而苹果和中国之间 最有价值的那个视角 一直被忽视了 iPhone发布的那一年 中美互联网公司 普遍盈利困难 互联网的特征是免费 眼看着用户数量越来越多 但是怎么赚钱 互联网看不到希望 聚拢那么多用户 在首页卖个广告吧 但是干干净净 卖版面广告实在未不保 改变世界的野心 直到2007年 iPhone诞生 智能手机成为人和互联网的连接器 每时每刻出现在我们的手里 口袋中 承载着我们的购物 交易 浏览 数据 大量的数据 全部的数据 智能手机当然是时代的红利 但是也不经意中 催生了一种糟糕的生意模式 中西方互联网企业 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盗窃用户的数据 深度分析 再个性化广告营销 或者大数据放来 苹果的确一身毛病 但是说起来 做的买卖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像别的几家 产品看似免费 其实背后那么多 见不得光的勾当 谈起Google和亚马逊 互各一脸的比试 其实 无论是美国的Google Facebook 亚马逊 还是中国的阿里 腾讯 字节跳动 谁不是这样的 凭借智能手机的 时代红利 数据成了石油一样 宝贵的资源 互联网公司 越做越大 但是他们的面目 也从创业英雄 变成了垄断大亨 由于中国在保护隐私议题上 一片空白 这一现象 在中国有甚 发展到今天 就是各大APP 绞尽脑汁抢夺用户时间 榨干用户价值 为什么在国内 最星光熠熠的企业 国际市场上 毫无建树 一大原因就是 你在欧美这样深度使用用户的数据和隐私 CEO是要被抓起来的 苹果很介意自己亲手打开了 潘多拉的磨合 所以 这些年竞争对手 都在拼命宣传 自己的相机 快充 分辨率 但是 iPhone主打的核心卖点 永远是 安全 隐私 尤其是iOS的迭代 每一次更新 都会在各大APP获取数据上掀起一阵肉眼看不见的腥风血雨 苹果再一次从中国当代史中穿行而过 过往 它见证了联想电脑的狗安河调队 倾倒了日本的国运 占满了中国的奋发 中国制造得以杀出重围更上一层楼 中国互联网企业得以在数字经济里一马当仙 也隐藏着路径依赖的重大隐患 这才是苹果的中国故事 兼听则明 天性则暗 今天的半读就到这里 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 感谢您的聆听 不抽象就无法深入思考 不还原 就看不透事物本质 我是原媒体朗读者 雪山 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来我们原主平台 追索真知 探寻真理 做一个迷茫时代的明白人